大家好 歡迎來到台中房地 我是大祈 今天在高鐵的下面 跟大家介紹一個非常棒的建地 那我們現在看到這個路 現在站著這條路就是高鐵旁邊這條路來講的話 它往 反方向那邊可以到西屯路 這邊是西屯路三段 那首先 我們可以看到它非常靠近 東海商圈 逢甲商圈 台中工業區 還有中央公園 星光三越 與大圓板 都非常的近 地點位置 超級好 那我們這個方向的話 它可以到中科路 中科路橫跨了整個中央公園 既然叫中科路 那當然去台中科技園區也非常的快 包含 要去國道1號 或者是74號道 都非常的便捷 所以它這邊的話交通 蠻好的 那我們看一下 現在旁邊的話這邊是農田 這一帶這邊全部都是農田 幫我往回看 這個樹旁邊那邊就有看到一些社區 這邊都是農建地 那我們今天介紹也是農建地 帶大家過來看一下它的範圍 如果說以這個水溝來講的話 這個路寬的話大概就是 3米左右 3米到4米 因為它 實際上它這邊有再延伸過來 那這個路寬的話就大概高達6米 我們今天要介紹的就是這塊建地 那這個建地的話它的現況 目前是有種植一些植物 還有一個現場有一個貨櫃 但是這個貨櫃的話有問過地主大哥 它現在是沒有水沒有電 最主要是申請門牌的部分而已 它這邊的建築線已經都申請出來了 所以說建築線是沒有問題 我們看一下這邊有一個借樁 這裡有一個借樁 所以這個借樁過來 這邊都是道路 這裡都是道路 那往這邊裡面才是 它的面寬有高達19米 這都還是我們面寬的範圍 不過這不是我們土地範圍 因為剛才有跟大家講戒指 再往內延伸 到大概圍牆這邊 這邊有到19米 所以說如果說你是需要蓋兩戶的話 那它還是有足夠的面寬可以讓你蓋兩戶 那就蓋這個方向 但是其實這個建地的話 會比較建議直接蓋一戶 大戶的這樣子 比較漂亮 要期盼 剛才走了這條路 雖然我們這條路這個部分可能比較用不到 但是我們也是有它的土地持分 為什麼你蓋兩戶 我蓋兩戶的話用得到嗎 對 蓋兩戶要用得到 因為蓋一戶的話我們可以朝剛才那條路 那就沒有那個路權的問題 蓋兩戶的話從這邊進出 當然也是會需要這裡的持分 那這邊持分土地的話 大概20坪左右 再有講到那個零路的面寬 就是從這個地方 然後往這邊延伸6米 6.5米 6.5米 因為6.5米的話 其實它面寬也很夠 那如果說落柱完成之後 大概 大概可以有6米 那6米還是可以並排雙車位 那裡面就變得比較大 紅紅茶這樣的感覺 所以還是有把一些小家具 那現在現況 因為很多植物 這個植物的話 就是假設有點椒的話 它會留幾顆 但是實際上狀況還是跟屋主 確認討論 但是它會移走哪幾顆 或者是 你需要清空的話 那我再跟屋主再討論 但是再協調一下 這個地方 這個落雨松這個感覺很棒 這裡就好像在 山林之間 非常的漂亮 之前呢 它是開3000多 那現在屋主非常的 誠意 想要出售 在我們 西豚來講 建地的話已經都標到 60 60以上 而且60坑也買不太到 那我們現在這個不用 我們這個總價 2980萬 一坪 不到30萬 太便宜了 好 歡迎來店 預約 看地 明星人 消費 得起